热到38度了 不曉得在台北会不会去破40度 不过有人就提议说 你看以前有台风架 后来雨下太大 现在连豪雨架都有了 热是真的会热死人的 那要不要放一个热浪架 竞平有可能吗 现在是因为台北盆地 出现36度C以上的这种热浪的频率 比半个世纪前高增加一倍 所以就有人在讲说 现在天气那么热 尤其这几天连续那么热 大家就讲说 要不要像比较国外 开始放一些热浪架 那事实上其实气象局 之前那个主任郑明点有讲过 他事实上气象局 跟那个老委会曾经去演绎过 那当时有参考过 美国加州那个高温热危害的 一个预防的一个指引的一个标准 然后他们发现说 根据国际间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 他没有硬性的一个标准 大概有一个规定是 大概是连续五天的热浪 你要超过38.3度 甚至38.7度C 连续五天以上有这种 才可能符合放热浪架的标准 那台湾呢 他们说不像美国啊 中国大陆和其他欧洲 欧美非洲各个地方 动辄就是40度以上 所以他们说台湾最容易出现热浪的那种 可能放热浪架的地方是台北市 但是就算是台北市 可能都还没有办法达到40度 但是我们看看国外 其实很容易就达到这个标准 而且有这个先例 你看看之前英国在三年前 他们就出现罕见的那种30度高温 才30多度 结果很多人就开始请病假了 很多人请病假之后 造成那时候每天损失 平均大概新台币87亿元 那政府就受不了了 结果你再看看 两年前的伊朗的时候 曾经出现设施 40度到50度 50度就真的很热 50度 然后当时伊朗政府就下令 除了医院跟银行之外 所有机关学校 停止上班上课两天 真的 50度不放假没人信了 对的确是这样 所以后来你再看看 两年前也是这样 在俄罗斯的时候 当时在中亚那边 也是差不多40度的高温 当时俄罗斯他们有一个集团 他们就让旗下的所有企业 汽车工厂 放有薪假 两个礼拜 它这个热浪可以持续两个礼拜 然后你看看中国大陆 其实有些地方 它虽然没有放热浪假 可是从上海 甚至常讲 中国大陆有很多那种火炉 像杭州啊重庆啊福州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 著名的火炉 就天气很热的地方 光是在上海曾经 就是工作环境放超过 它工作环境超过35度C 它就发放热浪津贴 那一个月可以发放 35度就发了啊 对一个月 而且它发那个津贴 一个月就是200多块人民币 大概七八百块台币 甚至海南因为曾经很热 它曾经像之前 曾经从四月发到 那个十二月 一年发八个月 每个月的热浪津贴 有些地方就算不是每个月发 它也一天可以发到 三十八块到七十几块 足够大家去买一杯乌龙绿茶来 不过呢 陈医师现在医院的中医门诊啊 什么晒伤啊 什么都暴增啊 那么在中暑 或者是觉得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 很多人会自己在那边刮沙 这到底是什么理由 而且真的可以拿一个什么铜板 拿一个汤匙 直接开始乱刮吗 其实刮沙它是一种 微破坏的方式 微破坏 就是说它用一个刮 刮经络 其实事实上刮沙的话 它要有一个经络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你要顺着这个经络 那它的目的呢 就是把你的热 引到你的皮表 然后散出 其实刮沙是一个散热的方式 可是有的人真的拿起来 什么往脖子后面 就这样开始刮刮刮 这样子有没有危险 其实刮沙 有些人头痛是血虚的头痛 那你不应该刮沙 那是因为你气血虚 很多女孩子紧张性头痛 她身体虚的那种 她就不应该刮沙 她就自己在那边刮 其实没有用 反而肉很痛 但是呢 中暑的刮沙是有帮助的 因为它等于就是 让你的血液 然后跑到你的皮表 它可以散热出来 因为中暑的人 它是热不容易散出来 它的体温调节中枢失调了 所以热是遇在身体以后的头痛 那你这时候是可以刮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 你刚刚讲的邪虚 或是我是中暑 自己要搞清楚 而且呢 再过 已经进入倒数计时了 这个伦敦奥运 听说现在伦敦在下大雨 你还记不记得 之前北京奥运的时候 还先来给它制造个雨 什么的 雨是可以制造出来的 伦敦真的要下 你挡不住了 对不对 我跟倩林一点默契都没有 我正要给观众朋友 来猜一个脑筋级转弯 不过没关系 大家先忘记 倩林刚才讲过的话 来 伦敦奥运会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A 恐怖活动 B 一直下雨 C 交通堵塞 D 抗疫活动 那是恐怖活动啊 对 其实倩林 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中讲过 还要再说家家户户 要这边反恐的 对 出动了两万多的军人 来做一个反恐 结果答案不是 是B 一直下雨 他们已经发布了两次 七次的红雨警报 以及预警 他们说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是会 努力的去遏止下雨 不过真的下雨也没关系 我们雨伞现在正加急 赶工的制造 各位贵宾别担心 Umbrella 不过呢 于伯伯 雨水真的是可以制造 没有办法挡了吗 它真的下雨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有几种方式 如果要认为是下了很大的雨 现在它还没有到达 这个某个地区以前 先让它下 减少到达这个地区的雨量 第二个 如果没雨的话 先让雨倒 第二个